看下这个软包你在换的时候就可以给他大概的这么去勾一下 然后再把他的一个体积啊 体积加完之后呢 腿手势这时候就可以给他加深了啊 这么去给他加重 加重完了之后呢 下面就是这个地毯的一个位置 地毯呢 像这边呢 应该就是加深这种这个方向的了 对吧 看一下啊 正好压住这边的这么一个沙发的一个角就可以了啊 先去延伸一下 延伸过来之后呢 看上去啊 正面的这个线应该是参照了这个沙发的这边这条线 啊 这边看上再去延伸 然后这边看上延伸过来之后啊 哎 他是正好压到这么的一个角的啊 这么去给他加上 然后继续体积啊 体积再去给他这么去表示一下啊 然后再去延伸 嗯 嗯 加过了 啊 加完之后呢 然后就是里面的一些这么一个材质啊 还有这个花纹什么东西的啊 到后面呢 你就可以这个看上去给他加一下了 首先在边上的这一块呢 你可以再去给他做点什么东西 做点这个一些啊 什么内容都可以啊 让他整体上面呢 再就是能再丰富一些啊 能再丰富一些 就不会显得就是整体呢 特别空 就说你要是感觉你整体的这么一个内容比较空的话呢 这样就整体的一个设计效果就不会特别好了 然后你可以先这么去加一下 加完之后里面那些花纹什么东西的呢 然后就是你就可以往里面去添了 啊 在天的时候呢 然后注意他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变化关系啊 包括书面的一个关系 然后到前面呢 然后有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透视啊 这样就可以了 这么加完之后 哎 如果说你想表现一下他的这么一个体积呢 那像阴影的地方 你就可以拿这个高美的一个正面 这么去给他图实一点就可以了 啊 加重 包括像这么一个位置 对吧 都可以拿高美的一个正面 正面的话呢 就是比较适合加这个阴影啊 加这个投影啊 去给他加重 好 这么加完之后呢 看一下 接下来呢 到哪一块呢 后买的这一块 这一块呢 比如说大家可以再继续 这边有个延伸 对吧 注意在延伸 这边的这个墙的时候呢 看一下啊 一定要是收拾的 比这个角呢 啊 比对上面这个角度 一定要是往下一点 这条线再换的时候呢 摊造了第二条线啊 哎 然后再是一条垂直线 这么去给他换过来 注意再换的时候呢 先别换了对上面啊 先别拉到底 包括最下面这个地面的这一块啊 地面的这一块呢 也是先给他收拾的 给他控上 看上 博士一条直线卡这么过来啊 博士都给他换过来 首先你先考虑一下 你你后面是想加上什么东西 比如说咱们后面加一个这个餐厅的话 首先你看上啊 先从对边上 比如说你从这个位置 开始去给他去贴 对吧 去给他加这个 加这个椅子啊 那也可以先把后面的这一条线呢 就给他加过来 留出这么大的一个位置啊 这么大的一个位置呢 是加什么呢 加这个椅子的这一块 对吧 啊 看一下前面再换的时候 然后还是先从这个立面 注意哈 从这个立面转向这么一个图示啊 先把你两个椅子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给他定出来 定完之后呢 再去给他转向 转向图示 哎 看一下啊 这边去给他加上 这边呢 就看了就比较小了 对吧 这边再去给他加上 加完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 这边就是这个摊桌啊 摊桌 你是不是应该再去给他加一下呢 看一下 嘿 往后 往后这么去给他做一个延伸 对吧 延伸过来之后 看一下前面基本上就出来了啊 出来之后呢 这边的一个沙发啊 这个椅子 你是不是也应该给他加上啊 注意这个 他的一个高度你在定的时候呢 他也会有个消失点 这么去做延伸啊 也会有个消失点啊 只要是你把前面的这个加完之后呢 后面这个又比较简单了 看一下啊 上面这个面去给他加上 然后后面 相对相对的啊 哎 这么去延伸 对吧 这边看一下 给他加出来啊 这边基本上就没了 就完了 哎 再继续再往后 对吧 第二个他的一个这么一个椅子呢 去给他勾出来 对吧 这一块不就出来了吗 啊 这个餐桌的这一块啊 这么加完之后 哎 到后面呢 看一下 这一块怎么去给他做一个处理呢 这边你是不是就可以给他加一个什么装饰品 对吧 啊 加一个装饰品 或者是你可以再去把这一块给他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一个小柜子都可以啊 放一个小装饰品 看一下 延伸 哎 竖线就给他加过了 加完之后呢 再继续往后面去延伸 正好加了这么一块的位置啊 好 这一块呢 就可以收拾的略微的控上 好 这一块呢 就可以收拾的略微的控上 搁完之后呢 然后上门那些小的一些装饰品啊 看了 去给他这么去加一下 投影就给他加上 好 加重 然后上门那些这个纹理呢 或者是图案啊 然后你自己看的去给他加一下啊 好 这么换了之后呢 就是上门那些这个 材质或者是壁质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哎 就比较简单了 下面你需要再通过这个 再去有一个延伸啊 延伸过来之后呢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掉点啊 去给他做一下 对吧 注意再换了手 一定是注意 他哪个这么一个透出关系啊 这么去给他加一下 加完之后 然后中间啊 就是这个灯了 比如说从这一块给他延伸下来 灯的话呢 你是需要去给他 这么去给他加一下啊 啊 这么去给他表现一下 对吧 好 换完之后呢 这么那个 这个壁纸啊 你是不是也是 看了去给他 表示一下呢 对吧 待换的时候可以先从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看一下啊 中间那个位置 开始去入手 就一定是让他有一个变喊关系 上门在加的时候呢 尽量多加点 然后到上面呢 看上 然后往上去延伸 对吧 有这么一个他的一个变喊关系啊 到上面过度 哎 慢慢的慢慢的就没了 哎 后 像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 有些地方该加深的地方去给他加重 你呢 是加了十一点啊 这么去给他表示啊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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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